躲进太阳背后的外星母舰 10月21日起 星际天体3I Atlas 因运行至太阳背面 从地球视野中消失 全网随即掀起关于外星飞船 故意躲避观测的热议 对古神秘氛围 像极了世界未解之谜的翻版 但当我们摊开全球天文机构的最新数据 从微博望远镜的光谱图 到火星探测器的影像记录 所谓外星造物的猜想 便不攻自破 今天我们用京同行评审的科学证据 还原这颗星际彗星的真实面貌 3I Atlas的外星身份并非空穴来风 其源头可追溯至哈佛大学天文学家 阿维勒布的持续关注 作为深耕地外文明研究的学者 勒布长期追踪轨道与成分特殊的天体 从奥默默到如今的3I Atlas 他始终未放弃寻找地外智慧痕迹 针对这颗天体 勒布曾公开提及它轨道轨诀 成分罕见 但极少有人注意到 其团队于2025年7月发表在 天体物理学杂志上的补充结论 先有证据最支持其为天然星际彗星 流量时代的传播逻辑 让外星飞船的噱头盖过了科学严谨性 当10月21日3ISS进入核日点及太阳与地球连线的位置 地面望远镜暂时无法观测时 自媒体立刻将其解读为主动躲避探测 但正如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研究员赵海斌所言 星际天体的轨道 由引力定律严格支配躲太阳 是双曲线轨道的必然结果 就像列车暗示刻表经过隧道一样 截至10月26日 ESA欧洲航天局与JPL 美国喷气推进实验室的联合轨道更新显示 3I Atlas的行踪早已被精确预测 其轨迹完全符合天体力学规律 当前状态 位于弑女座方向 距地球约3.56亿公里 正以每秒69.4千米的速度冲向近日点 关键节点 10月29日 抵达近日点 距太阳1.36个天文单位约2.03亿公里 介于地球和火星轨道之间 11月中下旬将重新出现在黎明时分的地平线上 12月19日达到近地距离2.7亿公里 及1.8个天文单位 2026年3月16日 飞掠木星 轨道本质 偏心率高达6.23的双曲线轨道 这是星际天体的典型特征 它不受太阳引力束缚 仅是太阳系的过客 就像此前的奥默默和鲍里索夫一样 大家想一想 若3I Atlas是能跨越光年飞行的外星飞船 为何会让地球人精准测算出其未来半年的行程 掠过火星 躲避太阳 会和木星的轨迹 更像天文学家提前绘制好的星际列车时刻表 勒布近期提出 它可能借助太阳引力加速发射探测器的猜想 试图用奥伯特效应来支撑论点 但NASA回应称 所有轨道偏差均在非引力效应范围内 与彗星喷发物质产生的反推力完全吻合 微博望远镜与凯科望远镜的最新公谱分析 揭开了3I Atlas的成分之谜 它确实特殊 但每一处异常都能在自然天体框架内找到解释 喷发物特征 8月2日泰德天文台拍摄的影像显示 其核心喷出长达1万公里的紫色喷流 成分以二氧化碳和尘埃为主 与微博望远镜8月的观测结果一致 更关键的是 NASA思维夫特望远镜探测到强烈的抢击气体 及水的分解产物 证明它正以每秒88磅 约40公斤的速度喷出水蒸气 相当于消防水袋的喷射强度 这一发现已发表于天体物理学杂志快报 元素比例 二氧化碳与水的比例达8比1 一氧化碳占9% 水井占4% 且含微量镍却无铁元素 澳本大学物理学教授丹尼斯·伯德维茨解释 这是母星系的化学签名 不同恒星的温度与核聚变效率不同 合成的元素比例自然有差异 就像不同土壤长出不同庄稼 双尾奇观 它同时拥有背向太阳的常规惠尾和指向太阳的反尾 这是表面受热不均导致的喷流扩散现象 与2020年彗星NEWISE的活动特征完全一致 这些特征 非但不指向人造 反而让它成为珍贵的星际化石 紫金山天文台科普主管王科超指出 它诞生于数十亿年前 比太阳还古老三十亿年 携带的是银河系另一角落的形成密码 当地面光学望远镜因太阳遮挡而失明时 太空探测器正接力捕捉3I Atlas的细节 至今未发现任何非自然痕迹 火星观测 火星轨道上的HERES探测器 已记录其于10月3日飞掠火星时的影像 显示表面为无规则岩石结构 未发现人工造物的几何特征 木星探测 欧空局这次探测器计划于11月初进行远距离观测 NASA的欧罗巴快船将于10月30日至11月6日穿越其轨道 并收集离子尾样本 若存在外星探测器 必然会留下金属碎片或能量信号 全球共识 中国紫金山天文台 美国NASA 欧洲ESA均明确将其归类为彗星 赵海斌强调 所有经评审的数据都指向天然成因 若有非自然痕迹 全球天文界会第一时间公布 这是人类首次发现地外文明的机会 没人能捂住消息 乐部的母舰猜想还面临一个逻辑漏洞 能实现跨光年飞行的文明 为何选择搬石头这种低效方式 地球的旅行者号仅重372公斤 就能传回海量数据 外星文明若想隐蔽观测 更可能派遣纳米级探测器 而非使用几公里大的巨石 既容易暴露 又无法灵活收集数据 SunI Atlas引发的热议 本质是人类对未知的本能好奇 人类系统性观测天文仅100余年 确认的星际天体仅3颗 奥默默偏怪异 暴里索夫较常规 而SunI Atlas的特殊性 让样本显得更加反常 这就像北极的熊初见香蕉石 会误以为是人造物 我们习惯了太阳系天体的标准模样 对星际来客自然充满意想 但科学的进步 恰恰需要打破经验局限 紫金山天门台研究员徐玉华澄清 此前传言12月19日飞略地球 并无依据 它始终距地球至少2.4亿公里 完全无害 与其纠结是否外星飞船 不如关注更有价值的问题 它来自哪个恒星系统 二氧化碳主导的喷发 如何影响星际物质传播 尽管普通家庭望远镜 无法观测到它 因其亮度仅14.3星等 但11月中下旬黎明前 口径20厘米以上的天门望远镜 有机会捕捉到它的惠伪细节 2026年3月飞略木星时 宙斯与诸诺号的联合观测 更可能揭开其成分起源之谜 那颗星际彗星的真正价值 不在于满足外星幻想 而在于让我们窥见宇宙的多样性 原来其他恒星系统的彗星 可以由二氧化碳驱动 可以拥有双尾 可以携带与太阳系 截然不同的元素 当11月它重新出现在天际时 我们不妨把目光 从外星飞船移开 聚焦于那道惠伪里蕴藏的宇宙秘密 毕竟比起脑补的外星故事 真实的宇宙已经足够神奇 好了 今天就到这里 你怎么看 评论区聊聊